吴尼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带您看到 每年的7月到9月的时节 是阿美族萨吉拉雅族部落举办 一年一度的丰年节庆 在瑞瑟的玛丽云部落集会所 正在举行萨吉拉雅族的丰年季 那么县长徐正卫也到场跟部落族人来共舞 部落的头目在致辞的时候说 集会所使用多年了 屋顶有漏水 电灯线路坏掉等等的问题 徐正卫表示 会请原型处来登记 尽快来改善 每年7月到9月的时节 是阿美族萨吉拉雅族部落 举办一年一度的丰年节庆 在瑞瑟的玛丽云部落 正在举行萨吉拉雅族的丰年季 在部落领袖仪式的引领之下 欢乐的乐舞 为了要感恩一年的平安健康以及丰盛 如同过年一般热闹非凡 县长徐正卫也到场跟部落族人共舞 部落头目致辞时表示 集会所使用多年 屋顶有漏水 电灯的线路坏掉等等的问题 徐正卫表示会请原型处登记尽快来改善 县长一到部落就跟族人手牵着手 跟着族人的脚步前进 徐正卫说看到外地在工作读书的族人 都回到家乡来参加丰年季真的很开心 部落的文化传承业费 部落的文化传承非常重要 族人回到家乡参加丰年季宛如充饱能量的电池 继继续为生活努力出外打拼 这是另一个等待的开始 心中留下珍贵美好的回忆 记者高双双 瑞士香采访报道